哈喽,大家好,我是冰哥 现在咱们周末比较忙 周末我们去了茂名水果所 吃了一个栗子 吃了他们好几个 那时候没人带我们 我们不知道什么品种 所以周末我们就没怎么发视频 由现在咱们来到我们的盐漆这里 大家看一下这个 这个是白色 已经这么大了 三个手指四个手指这么大之间 大家看一下 这里面有五六个果 可能就是流果流太多了 所以它就营养供应了 就是跟不上 所以它就比较小个一点 现在才这么大 三个手指四个手指这样 比较小 现在好多地方都可以摘了 我们这边还没有可以摘 大家看一下 这个也是 这个现在还是比较小的 当时刮果还是比较多的 但是后面 后面都是 大拇指这么大的时候 掉了大部分的 只剩了这一串 这一串 两串 然后底下之前也有 只要还剩一些零零散散 可能也做不了果 大家看一下 这棵树当时满树都是 现在只有这一串 当时我们看的时候 这边都有很多 现在都基本上见不到了 大家看一下 然后这边的这一棵 当时也是有很多果的 这边是外面的 后面慢慢慢慢落完的 都没什么果 大家看一下 只有一两个 一两个 但是也可能做不住 大家 还是要受粉 要透代的 这个白色的话 还是要多种几个品种 我们这边这个是黄柚的 黄柚的比较难做果 大家看一下 当时我们这里有很多果 现在一个都没有了 当时最大的 还有这一株也是 都没果了 都漏完了 还有这边大家看一下 当时这边也是很多果 现在你看 还是这种黄 这些都是黄皮的 到时候可能也做不了 你看这个 很容易掉的 把它摘了给它弄一下 很黄啊 看这个都是黄皮的 大家看一下 这种 黄白色的这种 看一看 看 不够熟啊 所以 鸡子来酸酸脆脆的 大家看一下 大家看一下 这个有十几个差不多 大一点三个手指 小一点的 一两个手指 这里有三四个 还是要透带比较好一点 这种不透带的 后面都花皮了 嗯 这不够熟啊 所以藏起来就 但是它有一种 像生生吃吃那个 吃那个 生的那种什么 葛根 还是葛薯 生的葛薯 这一棵树也是 鸡巴没什么果了 都掉完了 都掉完了 大家看一下 当时很如果的这边 现在这里面也没什么果 都落完了 这里有几个 这个也是这种花皮的 大家看一下 今天主要就是带大家 跟大家讲一下这个白色 建议的话 多种几个品种 还要有透带 不透带的话 就比较很难做的祖国 还要授粉 多种几个品种来授粉 出来了 长得很旺盛 很粒悠悠的 但是它长高之后 它又会垂下来 它这个白色的特性 就是它会垂下来 长高了它会垂下来 今天就跟大家讲这么多 如果你是种白色 记得一定要注意一下 这几个问题 多种几个品种 还要受粉 还要透带 今天就给大家聊一下这些 感谢大家观看 谢谢大家 我是冰狗 喜欢的话请点赞关注 请点赞关注 请点赞关注 请点赞关注